- 月云捧网店上黑榜! 网友,还是好好说相声吧! 最近,小月月的粉丝可能要失望了,因为嗨嗨皮皮月云捧星店里卖的一款黑猪肉条因为质量不合格上了黑榜。 月云捧网店上黑榜,猪肉均落总数超标曾设虚假宣传嗨嗨皮皮月云捧星店黑猪肉条均落总数超标。 4月24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最新抽检信息。 其中,嗨嗨皮皮月云捧星店,经营者为嗨嗨皮皮。 北京,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淘宝店铺销售的,标称嗨嗨皮皮。 北京,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委托加工生产的嚼劲黑猪肉条。 乌嗨味,120支带,2017年9月16日,均落总数超标。 据了解,均落总数主要用来评价食品清洁度,均落总数超标可能是个别企业所使用的原副料出示均数较高, 又未按要求严格控制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条件,或与包装容器清洗消毒不到位,产品包装密封不严,处运条件控制不当等有关。 设施产品以照回,或因运输,存储不当导致在嗨嗨皮皮月云鹏星店可以看到, 该店铺以河南特产销售为主,产品包括辣椒酱,老汤烩面及鸭脖,豆腐干等休闲食品。 淘宝店铺信息显示,经营者为嗨嗨皮皮,北京,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工商信息系统显示,该公司的企业法人代表为王正阳,股东为正敏,与岳云鹏妻子同名,和王正阳,企业注册资本为100万元。 岳云鹏网店上黑榜,猪肉均落总数超标层设虚假宣传4月26日,绿松鼠致电嗨嗨皮皮,北京,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该公司法人王先生表示,这款产品是委托加工生产的,收到监管部门的通知后将产品下架并交由长家回收, 并且,至今尚未重新上架该产品。 而在该店铺,绿松鼠并未查询到相关产品。 随后,绿松鼠以消费者身份询问到货时间,客服人员称,煤火已经好久了,不清楚具体到货时间。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该产品在出厂前各项指标均经过合格检测,中间经由第三方公司,在该环节有员工将其误放置错误的环境下存储,这可能导致均落总数超标。 销量腰斩,曾因虚假宣传败诉剧了解,2016年9月,相声演员岳云鹏在淘宝开设嗨嗨皮皮岳云鹏星店,开卖辣椒酱,惠面等河南当地美食。 当时有媒体报道,截至2016年10月10日,其店内信号辣椒一项单品月销量便达到1.86万平,河南汇面月销量也达到了1.74万壳,网店月销售额约70万元。 但实际上,绿松鼠查看其店铺发现,如今销量已打不如前。 以4月26日当天为例,其月销量最高的产品北大两款酱雷产品以及麻辣鸭蛇,月销量分别为1,227件,1,018件,841件。 月云鹏网店上黑榜,猪肉均落总数超标层设虚假宣传。 而除了销量下滑,该公司还因虚假宣传被起诉至法院并赔偿。 2016年10月10日,刘景水在嗨嗨啤啤月云鹏星店店铺购买了两盒河南老汤会面手工面条。 产品网络描述中有宣传文字不含任何添加剂,不感任何防腐剂。 但该消费者收到产品后发现,产品外包装标签标注产品成分有瓜二胶、碳酸钠、骨氨酸钠、山里酸钾等食品添加剂、防腐剂。 2017年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认定被告嗨嗨啤啤公司的宣传行为构成欺诈,应承担赔偿责任。 流行水要求退还货款39.8元,并增加500元赔偿额的请求。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明星投资食品产业大多采取一对多的贴牌生产模式, 这也对品牌差异化及质量控制带来了挑战。 绿松鼠曾于2017年8月专门查询, 月云鹏的嗨嗨啤啤网店委托了多家代工厂,为其生产鸭脖、辣酱、豆干、蜂蜜、烩面、芝麻油等近十个类别的商品。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 这种多品类、多生产线、多厂家的生产及管理跨度很大,质量控制及食品安全风险较高。 而当下多数明星食品公司大多是轻资产运作,用刷脸换销量式营销, 在后端品控场投入力度较少,这对明星食品来说是巨大风险。 对于咱们广大消费者来说,明星食品始于颜值和图个新鲜,但要想真的一直粉下去, 还得靠质量啊,安全可是第一要义。 所以说啊,明星卖食品以后可尝点心吧,笑翻。 周杰伦秀魔术 惨遭林书豪翻白眼美国直栏NBA台义球星林书豪和艺人周杰伦交情豪, 常透过网路互大记忆。 27日早上一段影片在微博上流传着,画面中周杰伦与林书豪两人在互盖魔术, 而周杰伦也在27日下午将这段影片放到IG上, 许多网友看了都直呼周董好调皮啊。 画面中,林书豪尝试着变魔术, 起料桌上的宝特瓶与筷子却静止不动, 接着周杰伦走过来, 只是手在空中晃了一下, 宝特瓶上的筷子便旋转了起来, 接着还让桌上的眼镜自己翻转, 让一旁的林书豪无奈地摇着头, 还翻了一下白眼。 网友们看完影片, 纷纷直呼好调皮啊, 哎呦不错呦, 看见林书豪翻白眼了, 哈哈, 无法在篮球上取胜, 于是吃这个被路人酸。 肖静腾傻眼超无言肖静腾 进来忙拍公事惊悚 剧回球西门, 27日他在脸书透露当天拍外场戏, 中午放饭时老肖拿着便当准备大快朵仪, 恰好路人经过, 看他手里的便当, 忍不住亏了两句, 对话内容让老肖大感无言。 肖静腾五月底将在台北小巨蛋开唱, 歌唱, 戏剧两头烧, 手上还有代言活动, 粉丝常在社群网站留言叮咛要他好好照顾身体。 老肖在排戏空道紧抓时间用餐, 没特别请助理刨腿买食物, 而是和剧组大伙一起吃便当, 他透露放饭时遇上两位路人大哥, 大哥远远看到我就对我微笑, 接着看着我手上的剧组便当说, 好, 大明星也吃便当窝。 此番对话让老肖一时不知该如何接话, 他有些无言表示, What? 大哥觉得明星应该吃些什么? 粉丝也打去留言他觉得以你的歌唱实力应该是吃CD长大的, 可能吃空气就超会唱歌, 大明星还会上厕所呢? 林志颖在大陆有多红? 一张照片让网友惊呆了。 林志颖27日在河南南洋出席活动, 结果没想到人潮暴多, 还有甚至爬上树, 最后基于安全考量只能取消活动, 他也在微博发文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 林志颖在微博分享了几张活动现场的照片, 只见满满的人潮, 还有不少人为争赌林志颖爬上了树, 让他发文写道, 谢谢今天一早现场朋友的支援, 但因安全考量不得已取消了, 真的很抱歉, 那些爬树的朋友们要注意安全呀。 小龙女吴卓林传失踪。 网友直击落魄现身加拿大日前香港媒体, 报道指出杠星吴卓林与女儿吴卓林已失联好几个月, 找不到女儿的吴卓林还报了警, 如今网络传出看到吴卓林出现在加拿大的超市, 他还说出我想找我爸的话。 26日微博上传出有小龙女吴卓林的消息, 有网友在微博上透露, 吴卓林出现在加拿大的一间小超市, 还请求店主可以收留她, 并且还有提供了一小段超市兼制器录下的影片, 从画面中看到吴卓林模样有些落魄, 旁边有一位外籍女性, 不知是否为之前他同居的网红女腰。 吴卓林还对着店主说我想惹我爸,我妈。 网友还透露吴卓林还拿着一个湿被子, 看起无数可去的样子, 并请求店主可以收留她, 最后似乎跟着另一位外国人走了。 由于吴卓林之前有多次离家出走的记录, 有些网友对于他不表同情, 认为他不好好读书, 又没有工作及积蓄, 才会变成流落街头。 另外也有网友认为, 做父母也有责任, 更直言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 一个其他的母亲, 造就这样一个性格的孩子。 而同情吴卓林的网友则认为 他这样变成游民实在太可怜。 林志颖在大陆有多红。 一张照片让网友惊呆了。 林志颖27日在河南南洋出席活动, 结果没想到人潮暴多, 还有甚至爬上树, 最后基于安全考量只能取消活动。 他也在微博发文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 林志颖在微博分享了几张活动现场的照片, 只见满满的人潮, 还有不少人为争夺林志颖爬上了树, 让他发文写道, 谢谢今天一早现场朋友的支援, 但因安全考量不得已取消了, 真的很抱歉, 那些爬树的朋友们要注意安全呀。 小龙女吴卓林传失踪。 网友直击落魄现身加拿大日前香港媒体, 报道指出港星吴启力与女儿吴卓林已失联好几个月, 找不到女儿的吴启力还报了警, 如今网络传出看到吴卓林出现在加拿大的超市, 他还说出我想找我爸的话。 26日微博上传出有小龙女吴卓林的消息, 有网友在微博上透露, 吴卓林出现在加拿大的一间小超市, 还请求店主可以收留他, 并且还有提供了一小段超市监制器录下的影片, 从画面中看到吴卓林模样有些落魄, 旁边有一位外籍女性, 不知是否为之前他同居的网红女腰。 吴卓林还对着店主说我想惹我爸, 我妈。 网友还透露吴卓林还拿着一个湿被子, 看起无数可去的样子, 并请求店主可以收留他, 最后似乎跟着另一位外国人走了。 由于吴卓林之前有多次离家出走的记录, 有些网友对于他不表同情, 认为他不好好读书, 又没有工作及积蓄, 才会变成流落街头。 另外也有网友认为, 做父母也有责任, 更支援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 一个其他的母亲, 造就这样一个性格的孩子。 而同情吴卓林的网友则认为他这样变成游民实在太可怜。